欢迎军军典主席 如果有请欢迎军军典主席 欢迎军典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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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Kim 叫金森子 今天很高兴再次 迎迎香港置业的邀请 来见到大家 近期外面多了很多噪音 有些大行和权威预测 楼市在2017年有机会 跌超过20%以上 不过无论如何 Kim不是经济分析师 今天只是从元后的角度去分析 撇除上述的因素之外 在座每一位 可能在某些月份 日子都会发觉 有时特别艰难一些 有时生意 也有些时间就像撕死鸡 非常容易 都不知为何客人自己撞上门 今天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应该在风水角度来说 如何把握我们做多些生意 尤其是当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 有时有股肉明明放入口 但又吞不住肚 有时就刷出情考金 究竟怎样才能叫到虎 中国的坎语学 在宋前 其实是没有明确的理论 分别是有两本经书 一本叫做《錦龙经》 和一本叫《怡龙经》 这两本经都是被历代的坎语学家 而是视为唐前阳君丛所住的 到清朝高麒卓 有这样说过 西传阳公诸书 《阶后阳为魏托》 这个《慰錦龙》 这本书是阳公的真书 《大师夫传书》里 也说到《陈振宣书乐》里 解题有《怡龙经》 一卷里面的《变龙经》 这两本经是不见了 是失传了 亦是一个无名士所写的 可以看到 其实当前 以前所说的 不论是从历史方面 看到的 所有的《经书》 所谓的作者 其实有些是根本由 无名士所写的 而不是真正的作者所写的 而到今时今日 再去考察 其实已经无从稽考了 我希望今天 可以令到 短短的时间里 令大家知道 各不各派 所谓的技巧和什么 那你们才可以去KO 这班所谓的风水专家 尤其是当你带着一个客 那一层楼已经差不多 差不多说 挺好的 差不多打算买的了 突然间就杀出了 情考金出来 说风水不行 不要这栋楼 有时候很惨 阿Keym作为理器文史 哲学研究社的创办人 当然我一定要提一下 古代理学 现今的风水 来自于史 在东晋时 有个叫郭婆 在葬书里面 他说了一件事 气成风则散 戒水则止 古人醉之史不散 恨之史 又止 古为之风水 风水其实是五术之一的上术 考察地理方法 叫做上术 古代也称为堪如术 是专用来选择 宫殿和村落 帮皇帝选择宫殿 如何建立 而上地之述 亦可以称为地上 地上方面 亦有些叫做 例如谬武 灵 之类之类的东西 源于战国 也称为清廟和清郎 所以他们有本 葬书 或葬法 也称为清郎经 去到唐宋之后 有不同的学派 亦有太极图出现 风水术素 亦同时出现 古代的堪如斯 又称为地斯 到了宋朝 理学有所谓天人 天地人合一 五行双深 双黑 阴阳平衡 亦有提过太极 但是 他根本上 没有define 太极的定义 去到漢代 亦有学者 以太极为太一 元气 太元 太元 元 或是道 等等的实体 朱熙的与卷一 里面说 太极只是天地物之理 在天地而言 即是天地中有太极 在万物之中 即是万物先缺的条件 中国的风水派别 有分争议 分别有这些派别 我们可以看到 有人曾经说过 灵语人 尋迁 武 都不肯和别人立一个向 因为它的助向很重要 究竟阴阻 又如何用风水去解释 阴阻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这一件事叫做 quartant entanglement 就是量子前积 这件事 Kym在这个节目 之前也详细解释过 现在是在三元九运 在第八运 除了三元八运之外 大家不要忽略 其实还有一个总算法 叫做二元八运 二元八运 一运、二运、三运 都是去到九运 但他们用的方法 单位是十八、二十四、二十一 你可以看到的 还有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下园八运 正神坊在近宫的 就是东北面 凌晨在坤的 就是西南 适合些什么 大家可以用香港的地图去看看 在东北面 需要看到这个山的 山龙的 在西北位 適合看到水 还有八卦飞星 配合这些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个方向都代表 比如中南 没有 不同的岗位 还有有空巣 雪 吉 所以一些风水 才靠这些去定 另外还有一个子法飞星 子法飞星 可以做到一件事 它除了可以飞榴莲之外 榴莲飞星之外 还可以做一个榴月的飞星 再加上榴时 这些是看出生的日子 所以有些人 甚至乎 我经常听到有很多人 经常过大海 用这些方法 推算自己的吉士 当然阿Ki 不是鼓励大家 过去澳门 玩大小 用这种方法去计算 另外 这里还有些人 有些术语 大家可以记一记 上山下海 雙星会座 这些名称 就是很多我们行内的人会用的 就决定那间屋是好还是不好的 另外 也可以用这个 有个表 可以有个榴莲 可以查到自己 在哪一个运里面 那个莲芝 和肝 就可以知道自己是哪一个命位 另外 这是来到2017年的九宫飞星 你可以看到 今年特别要留意的 就是以赫 以赫就是西北 在前宫 另外 就要看这个 这个退戏 另外 这个五王 大家都会知道 在尼弓 正南方 另外是文昌 之后 就要大家看看 这个五王和以赫 最主要的这两个位 好了 还有一个 行内经常说的 是北斗七星打结 他们说 这个局 就可以令到你招财 而这个七星打结局 甚至乎由七魂 开始打打到一百魂 有些人甚至乎打到九魂 都会继续打 但是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这些局 可遇不可求 有时未必适合各个人 但是 如何为之七星打几招 就是刚才 前一半 那个slide里面 有些不同的星 第一 就要做成这些 配合这些数字 好了 说到2017年的楼市 2017年 由于丁又年 是阴火和阴金 简单来说 阴黑阴是无情的 所以变成是火黑金 火烧金 然后转成液体 就严股 就是土黑水的 所以要这么说 我们就可以预测到一件事 楼市是必定有些风波的 因为它是阴合阴 有机会是先升了 然后再跌 跌完 去到尾又再升回 在西湾河 有条三枝香的俗称 说不吉利 那三栋 OK 相信去到现在 大家都可以用 刚才我说的 不同的述语 或者各方面 都可以反驳 有一些风水师 就说这些楼 风水不好 好了 在大中华区里面 我们可以预测到 就说 我预计 阿Kim预计 就会出现一个波幅 在白云里面 也会开始 就说 会由 这个性 而变成衰 这个根据 吴斯青的楼宇保监里面 说的 这个已经是很久之前 已经是 除此之外 就是 在不同地区 它的价格也会不同 再重新再提到一件事 因为香港的局 是叫做煤龙固组 因为那条煤龙 是有机会 回到香港之后 就回到骨盘 回到珠三角一带 除了大中华区之外 阿Kim认为 其实菲律宾的楼市 都有机会上升 今次就多谢 香港置业 尤其是大中华区的赞助 还有 希望 最后祝大家 各位 在丁友莲 赚到盆盆盆盆 厉害 李治成先生 李先生 就审慈送业 来 请李先生 好 谢谢 谢谢李先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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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